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巨大难题 我们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有两个目的 第一 第一 我们让人们心里永远记住 六四这个问题是逃不过去的 是一定要解决的 第二 我们也征集大家的思路和想法 在里边寻找最好的办法 第二 中国人